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汶潮是一个很难预测的 因为在未发生之前 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循环 可能是几十年一次 或者在今次的情况下 对上是80年代美 90年代初 我们也写过很多博客上的文章也说过 就是当年最高的年份 可能是6至8万一年 这个如果再次出现的话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那些香港人 可能是五十多 已经是半退休的人 就离开的 今次可能是二十多到四十多 特别是有小朋友那些 年轻一些或者中产一些 那时候可能已经是很富裕 就是上层走 你反而是腾了个 扭出来给下面的阶梯的人上去坐 今次走就是中产走 那时候比较高一点的中产 今次是由刚出大汗 到高薪那些都在走 有些或者不说名字出来 上个星期我都看到 某名校 都是在招紧中二中三中六的三生 是名校中的名校 那些都是那些蛛丝马迹 我们都看得到的 所以看到可能会是很大一个中产的离开 一个潮 其实Eric 你这个说法 大家很多人都会放在心里面 觉得会不会是真 但是我见到更多市场上的说法 就和你的说法调转 就是他们倾向审神乐观一点 是不是呢 我觉得移民的人 其实主要都是对政治环境不满 其实看好香港的楼市 所以未必沽了层楼走 第二 如你所说 很多都是那些年轻人走 那年轻人 就是很多都没有供款能力 未必是有上车的 那变了他对楼市的沽售压力 又未必那么大 第三 更加有人说 那些什么港版法 又或者选举制度落实了之后 那香港就会稳定了 那所以呢 想继续赚钱的人 都是继续放一些资产在那里赚钱 你对这些的看法 有没有一个独特的看法 那我想这个是 有一部分人一定是这样想的 也都可能这样做的 但是呢 今次那个移民潮 很大分别的地方 跟上次很大分别 就是那时候 香港人的技术 或者资金 都是比较低的 还有那时候环球的国家 都不是那么瘦香港人 那些你要去申请移民那时候 那些门缆是很高的 今次呢 你走一下去卖一间三百尺的屋 已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生活得很舒服 买两三层楼来收租 加上呢 现在我们那些移民那些人 基本上是很多是高职 高技术 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 或者是高教育 所以呢 不单止是政治原因 其他国家 因此而放下给香港人 去移民的门栏 甚至是你直接是普通的移民的那些方式去呢 都很容易去到 所以一推一拉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今次的移民潮是可以去到很厉害的 还有呢 我想在一个疫情的新常态下呢 很多不同的国家本身自己的经济都不行 即是变成呢 人口萎缩呢 有很多国家都会想一些方法 如何去招揽一些钱和人才进来 我想最近英国有很多的优惠措施等等 其实都是在做这些事情 那些Voyce Johnson给4亿出来 希望大家过来住得舒服一点等等 但Arya你之前分享了一个资料给我看 我觉得很惊讶的 即是某程度上令我立刻去想起 另一派那些未必走的那些 其实就有时见到数字 就真的知道是真实画面出现着 就是真实究竟BNO 签发量多少 还有现在究竟那些人 拿特区护照的逐期 那个情况是怎样的 很惊吓 这个是比较新的 我想你的图如果拿得出来的话 应该是分享一下 就是本来是零点几百分之 每年的新发数量 还是人口数量 人口占人口那种 总之除出来的数量 现在反正去到2点几 接着是4点几 这个甚至是第一年 BNO发行的新发行的数量 是比特区护照多 2020年是一个这样的 企异的情况出现 如果你看回去年的人口数字 香港亦都是 几乎有纪录以来 60年代到现在 从来没有那么大幅度 是人口减少的一年 这个就是一个挺大的警号